一个好的开槽腹石,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? 第一,是石质的选择。 我们要选择硬度较高的石头。 松软的石质,后期断的几率要高。 第二,就是开槽的走势、山墙,都对后期的成型有影响。 开槽要内宽外窄,这样会很好的嵌住树苗,以防贴实不严。 钩槽的走势要根据石头的形状而灵活掌握,做到有路有藏,曲折有度。 只要满足上述条件,离成功就不远了。 如果你越想拥有一盘好的富士盘景,而又苦于找不到好的素材, 今晚八点,来我直播间。